我們的官網按機鍵 它會有一個宅配 你可以用宅配的方式 也可以用掌櫃取件 掌櫃取件取貨的話 就很像電到電的概念 然後廠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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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 填寫資料 這個是機鍵人的資料 然後地址等等的 然後 下一步就是收件人的資料 然後填寫完成之後 就向他完成了 但我們這邊可以 就是 追蹤一下我們的 訂單的資訊 比如說 下單程序 跟機鍵簿 不快完成 還有一個配送 還是配送外面 然後取件完成 然後用修件的新筆 等等 對 這是機鍵的部分 對 然後如果放進去的話 會有什麼樣子 放投方式就是 它5下單完成之後 會有一個機鍵碼 那你就會輸入機鍵碼 輸入機鍵碼之後 第二個步驟是 確認配送的資料 這個 這個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包裹是 小格的 然後你發現 阿 小格的放不進去 那你要改成中格 這邊第二個步驟 就可以做更改 你可以改成中格 跟起來完成之後 可口就會很開 然後就把包裹放進去 關上櫃盒 然後 第四個方式 就是我們 支付完成 我們內用 有 信用卡 取件資 來賓 以及我們台灣賓 好 支付完成之後 就會成功 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到我剛才的 欸好 可以追蹤一下 我的包裹放哪邊 那就完成機鍵 那 假設今天是取件的話 就只能 取件的話 只要輸的時間 取件碼 取件碼之後 它的包裹這邊 有一個 取件碼 然後 簡單的簽名 之後就會喊開 就可以去 沒有辦法去 就是這樣